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来我的玻璃星球坐坐 你很特别,也很漂亮 因为妈妈就是她不太能理解 就是犹豫症这个东西 她就觉得是我的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家里是信基督教的 然后常常就说要去教会啊 她之前有还有说过就是认识的那个女同学 她说有可能是她突然给我的那样子 然后就还蛮头痛的 OK,好,这边当然也是个问题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玻璃星球 这边我们邀请到了另一位是青少年的生性客 这边欢迎库娃,库娃,晚安 大家好,我是现在是应该是大三 但是我目前是休学的情况 OK,其实不管是这个血液状态与否的一个状况 我相信每一种选择都会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要赶快来切入主题来聊了 就是关于说库娃的一个身心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状 这边根据我手上所有的资料是说 在高二的时候开始会有相关的症状 那但是说以前在儿童时期 也就有一些轻微的亚斯伯格的一个症状会出现吗 我是到高二的那个时候 开始就是那种长期的那种心情低落那样子 以前的话不会 就是也是有亚斯伯格的情况 但是以前的我还算蛮开朗的 库娃在17岁的时候发病 发病的时间点是他高二 在闭履的时候第二天晚上 无来有的焦虑 无来有的担心和害怕 蔓延肯失他的心 我印象中那时候晚上的时候 我和我同学还有其中一个是我喜欢的人 然后我们要睡同一间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突如其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我的心情就开始变得很郁闷那样子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因为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了很多人的生活的习惯跟形态 就是别人过的都比我过的好 库娃本身的个性 腼腆而内向 而本身又具有压抑的性格 在看到其他同学的生活之后 不免自卑心里作祟 而他形容 那一种痛苦就集中在胸汗心 他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是从那一天之后到第二天第三天 一直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我很难的很难去专注做什么事情那样子 库娃现在已经停药 不过他是在遵照医生的指示下来进行停药的 而他目前适应的状况也都还可以 不过他说在过去 尤其在半夜的时候 很容易会想起一些不应该想的事情 如果忧郁的情绪来到的话 我会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然后我会把灯都关起来 而且那时候通常都会是天色比较暗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 就会看着窗外那样子 然后我的心情会很 就是会很差 然后我就会想很多的东西 然后还蛮负面的 虽然库娃深陷于忧郁之中 但是他马上就知道了自救和球员的重要性 因此在最一开始 他选择到学校的辅导室来进行资商 还有和辅导老师聊天来寻求协助 而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 他们对于进入辅导室有着莫大的障碍 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的临床心理师林玉文表示 其实学校辅导室是一个相当优质 也是相当可以来利用的资源 像是国小国中高中辅导室 他们并不是单门处理坏学生 就是有问题的学生 他们也可以跟就是比较忧郁 比较对一些事情焦虑的孩子谈 然后去找辅导老师说明你的状况 他们都会很愿意的可以谈 如果你是大学生 那每个学校都是有资商辅导组的 那每个学校资商辅导组里面 一定都会有几个临床心理师 或资商心理师 那他们跟你可以去安排 跟他们谈话 那这些资源是完全免费的 如果你不想去医院 那可以先从这些学校里面 就有资源找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好好把握 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Kua才在一位女性同学的陪同之下 一起到学校外面的 身心科诊所来就诊 可是在那间诊所的就诊经验 并不是太好 因为医师有一些话伤着了她 有一次的时候 她也跟我去里面看诊 就是轮到我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讲述说 因为我是男同性恋者 然后我有说我喜欢了一个男生 然后但是她是直男 就是异性恋男生 然后那一家医院的医生 就说一般来讲的话 男同性恋应该是 就是应该只会喜欢上男同性恋 然后 或许医师的回答并非空穴来逢 但是目前也并没有确切的研究证据来显示 男同性恋者只会喜欢上男同性恋者 但是国外有一些研究却发现了 同性恋者罹患了中毒忧郁症的比例 却是相当高的 2020年的7月 经典的文学作家安德鲁·索罗门 所出版的一本书籍叫做《正无恶魔》 这是在她母亲过世三年之后 安德鲁·索罗门的忧郁症发作 多年之后 她以自己是忧郁症疾患的角度 并且和精神疾病学家 文学作家等多重的视角 来采访了病患 医师以及药物研发者等 在《正无恶魔》这一本书当中 用了12个面向来剖析了忧郁症 而在其中 得到忧郁症的族群当中 同性恋者是名列前茅的 在近期 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 有许多对的中年双胞胎 如果其中一位是同性恋者 而另一位是异性恋者的话 他们发现 4%的异性恋者是企图想亲生 但是同性恋者却高达了15% 而另外有一项研究 是以随机抽样调查来发现 4000名17岁到39岁的男性 结果发现 3.5%的异性恋者 曾经企图自杀 有同性伴侣者则是20%左右 在荷兰也有一个类似的研究 他们针对了6000个人 来进行行为研究 他们发现同性恋者得到重度忧郁症的比率 远高于异性恋者 在明宁苏达州 有一项针对于4万名年轻人的研究显示 男同志出现亲生念头的可能性 是其他男性的7倍 而在学生当中 针对3500名的学生的研究 也显示 男同性恋者青少年 他们亲生的意图 也是异性恋青少年学生的7倍 在制作玻璃星球时 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为什么青少年们 来到身心科的门诊时 几乎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呢 库娃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她一开始是自己到身心科门诊的 后来被父母发现 才又一起转到了以前 在大医院 看雅斯伯格症门诊的 那一位医师底下来看 然而对于父母来说 当发现孩子罹患身心症 对他们而言 会接受 还是 是一个梦魇 爸爸的部分是还好 但是 妈妈的部分就比较 有问题 因为 他不太能理解 就是犹豫症这个东西 他就觉得是 我的心情不好 还是怎么样的 他就 他就 因为我们家里是 信基督教的 他就会 常常 常常就说 要去教会啊 什么的 然后就 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就 不要再犹豫那么多了 然后 他之前有 还有说过就是 认识了那个女同学 他突然给我的娘子 然后 就还蛮头痛的 我相信 库娃的妈妈 也是出于一种爱 而对于儿子 产生的关心 只是或许 这份关心 少了一些的 相关知识 或是认知 而对于宗教 是否能够改变 一个人 在内心的状态而言 当然 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 来去做相关的验证 只是 高雄市立凯旋医院 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 主治医师 陈冠徐医师说明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都是好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 要做到认知行为转换 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这些部分 我们常常都会看到 比如说像有的孩子 他要完成一个 比如说像 每个礼拜一次 学乐器等等之类 他就每天练 自然而然 他的成效就会出来 那你有的研究生里面 他在 那个什么 要写论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也很苦恼 你要完成 达到一个行为 要改变一个行为 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设一些 每天都可以做得到的小目标 比如说像写论文来讲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规定 我每天大概晚上八点到九点的时候 就坐在书桌 有没有写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慢慢的 第一个 你开始有坐在那边 第二个 你可能会写 可能会写很少 可是慢慢的 你的开始就会有进度 那久而久之 我们当然就 行为就会改变了 可能这个论文就有机会完成了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了 那我这边还是强调 还是以那个善为主 在跟库啊进行访问到大概三分之二的段落的时候 那是问了他 你有没有最在意 和最过意不去的事情呢 我觉得 我以前很 以前高中做过很多 就是做的事情都还蛮傻的 然后 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太 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是有点傻乎乎的样子 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当初就是某些事情 看就是换一个做法 或者是说看就是想法多一点的话 会不会就是会不一样 或是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想法就是 虽然说我们都是要往前看啊 不要不要一直 不要一直就是思考以前的事情 但是 我其实发现我内心 里面还是 蛮在意 以前高中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就是一定的 因为毕竟我们是人类 我们肯定会有情绪 跟我们一定会有所谓后悔的事 但当然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会拥抱着这些 遗案或是拥抱着这些 疤痕持续的再走下去 那也是让我们再提醒说 以后我们遇到了 我们不要再这样子犯了 必须很感谢库娃 你很勇敢地拥抱世界 在访问前和访问后 我跟库娃有进行了一些深度的聊天 其实我很佩服他 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特别来自于情感的压力 结果不管是好是坏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却在于 他都是自己一个人面对的 但他却从来不卑不亢 哭啊 谢谢你还很爱这个世界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可以继续的 就是 吵着 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让我活得更好 就是比方像是 因为我就是自从发现 我有那个 有忧郁症状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 我以前都从不运动了 我那时候就 开始就是我坚持 每天都运动 虽然说我现在 我现在不一定每天运动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 变得更健 就是让我 我觉得就是 让我自己 变得更好 更健康 就是我拥抱这个世界的方式 就是 我会继续的更爱我自己 就是 努力的提升我自己 那现在我希望您 送一份礼物给您自己 您想要什么 它可以是一个具体 或者抽象的东西 如果 如果 如果我可以再 有另外一个 就是 就是如果我可以有一个 复制的一个我的话 我会给我自己一个 很大的拥抱 因为 我觉得 我以前其实也有 想过要 就是 可能 自我了结之类的 但是我都很 很 用了很多 很多很多 方式去 去 去 化解这一种 难耐的情形 情绪 我自己真的很 了不起 我居然可以 我居然 我居然可以 面对这么多情绪 我还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面对下去的 但是我 每次 只要是有那种压力来的时候 我都会 很努力的去 继续去面对它 我觉得 我应该要 对 我应该要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拥抱 谢谢你自己 一直很努力 也谢谢你 一直 爱这个世界 更爱自己 其实最后要提醒 Kuwa 其实你很善良 你 也很温暖 只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善良 必须多留一点给自己 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在温暖别人的同时 也照耀我们自己 我们才能拥抱自己 利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 您有没有想要在节目当中 跟谁说个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 爸爸和妈妈 因为 我发现 我虽然 很常 就是 跟他们住的时间 就是每天相处的时间 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 并没有 很真诚的 交换过自己 内心的 想法 或是什么 我们都是 很表面的 我觉得 我想跟我爸跟我妈说 虽然我常常 就是 你们 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很不耐烦 但是其实我还是 非常的爱你们 就是虽然 虽然说你们 有的时候会让我 很 很讨厌 或者是干嘛 有的时候会让我很受不了 但是我 觉得我的心理上还是 非常非常爱你们的 所以 你们也 所以你们也要 好好的 我 我一定会 我内心深处就是 真的是非常爱你们 谢谢 祝你一晚 新年大高雄 我们怎么做 平步行贿 官不拿钱 到底 遇到贪官 拿起电话 速速播专线 0800 025 025 高雄会 较好 高雄市政府 阵风处 邀请您 共创 连结政府 幸福高雄 连正检专线 0800 025 025 0800 025 025 如果当初 不要贪吃那些糖果 就不会染上K糖蜜了 时代进步 就连毒品也推成初心 例如毒咖啡 毒果冻 毒糖果等 除了有新奇感外 也降低千少年的戒心 政府打击毒害 刻不容缓 全面扫荡毒品 加重贩毒刑则 强化借饮治疗 阻绝毒品于境外 拒绝毒害 迎接健康世代 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听众朋友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 汽车驾驶人 行车速度超过 规定的最高时速 或低于最低限速 会被罚钱哦 所以请大家在油门前 要三思 我是黄师友 欢迎继续收听 陪你平安回家的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M1089 在这静静的夜晚 有人真心与你作伴 不管是悲伤 还是快乐 高雄广播电台 与你一起度过 感谢你继续来收听FM94.3 这里是晚上的节目时间 喂 我是马士 来收听到玻璃星球的节目 再一次很感谢你来到今天的星球领域当中咯 那今天呢 当然咯 我们持续来介绍的就是关于这个身心疾患 这个相关的这个消息嘛 对不对 只是说呢 今天我们还会加入的另外就是说 关于这个同性恋者他们罹患身心症的比例 其实是很高的哦 那就根据了这个在去年7月出版的正午恶魔 忧郁症的全面图像 这一本书籍里面有来讲到了 那其实这一本书呢 它是以12个面向来剖析这个忧郁症 从一般人对于忧郁症常见的一个困惑 这个是外在的刺激 还是内在的性格 生理和心理的问题 药物的治疗和心理动力的治疗哦 这一些来影响到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就跟我们的生活环境 那甚至呢 去采访了医学专家 我是副健师 只能治疗师 作家甚至是很多的创作者 他们来对于这一件事情的看法哦 那么在构成忧郁症的一个状况来说呢 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文章节录里面 这个作者安德鲁索罗门 他本身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哦 在01年代03年那个时候 他有先就是发病了一次 那后来因为他母亲离开之后 他又重新发病了 之后呢 他把这些经验全部收集起来 在出版的这样子的这本书 那在网络上有一个文章的揭露哦 就来讲到说 其实忧郁症 他的一个诞生啊 与死亡 它是同时间发生的哦 那作者呢 他说有一次他回到他儿时 去玩耍的一片树林当中 看到了一个百年的老橡树 昂然耸立在那里 就想到了过去 以前常常跟弟弟在树营下玩耍哦 20年后呢 巨大的藤蔓缠绕着这一棵橡树 那几乎呢 看起来就是又要把橡树给闷死了 但是我们很难说橡树 什么时候开始停止成长 而藤蔓开始来壮大的 那么这个扭曲的藤蔓呢 你要把整个树的一个枝干完全缠住 也需要很大量的时间对不对 但是你往远处看哦 藤蔓的叶子呢 其实就很像是橡树的叶子 但是实际走近 你会发现 其实橡树的叶子枝叶 已经所剩无几了哦 那就仿佛呢 就很像是 我们在对于幽怡症的一个形容一样啦 在这边 有这样子的一段话 安德鲁索罗门在著作里面写着 当时我刚从重度忧郁中走出来 几乎没有余力思考别人的问题 我对这颗橡树感同身受 忧郁症在我身上滋长 正如藤蔓控制了橡树 忧郁症仿佛吸附在我身上的异物 虽然丑陋 却比我更有生命力 它却拥有自己的生命 一点一滴 把我的生命力全部吸干 就在我的重度忧郁症最严重的阶段 我知道 我的情绪不是我的情绪 我很确定 这些情绪是忧郁症的情绪 如同橡树膏之上的叶子 其实是藤蔓的叶子 每当我试图想清楚这件事情 就感觉我的心灵受到了禁锢 无法朝任何的方向来做伸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让您收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周深的歌《大鱼》 这首歌同时也是电影《大鱼海棠》里面的主题曲 医生啊 我吃油的料好转心去行进 脆破又发生 哪里 吃油的期间 有起劲 脆破 脑疼 蜂蜂 发生 都有可能是有不过敏 正当使用合法药物 造成严重药物过敏住院 可向药害救济基金会咨询 02-2358-4097 以上广告 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您知道电池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吗 电池电池含有共金属 不要不要不要乱丢 非电池放回收筒 大家一起做环保 地球更美好 备干电池要记得回收 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青毒主行丸是有向提高烈最有效的方法 主动青毒出来到外面击水的关纳回甘 路清去 搓搓搓 才能够更加严重的风险 若是出现发生 头脚疼 黑肉空痛 赶紧肉观察痛 出现这些镜头 超高减去给医生看 也要跟医生说 有去哪位企图多年 上关问题的车卡 一旧丽丽放越转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简单爱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 感谢你持续来收听《玻璃星球》 我是马士 当然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分享了 这些相关的 不管是发生的原因 或是说 我们在对于事情上的一个 做的一个样子来说 其实这些 都是我们来真的有所谓影响到的 那其实在节目的下半段这边 马士来跟你聊到了 《正午恶魔》这一本书籍 我会希望要来告诉你的 就是说 其实没有许多 混淆人心的事物 使眼前的一切 都是相当清楚的 那么无论如何 你都失去了自我 那落入义务的一个控制 治疗往往 你只要处理一半的问题 不是只注意 目前存在的部分而已 希望这一些消息 都可以足够带给你 足够相关相关的勇气 那当然 安德鲁索罗门呢 他在网络上揭露这篇文章呢 他就说 希望自己 可以单单 纯纯的持续的生活 可是有的时候 他深陷于忧郁所苦 或是走出忧郁后 他只需要靠自己本身 对世界的爱 对洞察力 对努力 最重要的事 就是时间了 他们才能够自我重建 只是对于好多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说 能够把它聊上聊清楚 而是好多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 被我们放下了 对不对 马上了解 这件事情 真的很难 你要达到放下这件事 需要一点勇气 但是 也不要急啦 我们慢慢来 他总会好的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了 那今天的这一首 最后的歌曲 要送给库娃 也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 拜拜